养兰花想要兰花的芽多开花也多 那么前提是你的兰花的炉头 一定要非常的硕大壮实而且饱满 因为炉头它储存的养分多 你的兰花后期才更容易发芽开花 如果你的兰花没有烂根 没有任何的病害 那么你这个时候多给三样东西 就可以让你的兰花炉头更加的饱满壮实了 那么是哪三样东西呢 首先第一样呢就是一定要给足光照 这是很关键的 光照充足了有利于叶片进行光合作用 回流养分到炉头部位 可以把炉头呢养得更加的壮实 光照不足炉头自然长得弱而且小 第二点呢就是要拉大早晚的温差 早晚如果有足够的温差呢 它才会有养分的积累 这样呢炉头上面呢 这个养分积累的多才会更加的饱满 第三样东西呢就是要给它盆土补菌 南花的根系与南菌共生 那么我们是需要盆土补菌来提高根系的吸收能力 来让根系吸收到更多的养分给植株进行光合作用 如果你的质量里面缺乏南菌 根系的吸收能力差 那么它吸收不到养分给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那么炉头呢自然就继续不到养分来生长 所以我们要给它适当的补充一些有益菌 补充有益菌的话呢就直接可以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有益活菌 还熬合了营养元素 非常适合南花这种和有益菌共生的植物 我们将这个有益菌呢直接每个月在花盆里面呢 撒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呢大家在养护南花的过程中 我们给逐南花光照温差还有呢有益菌 那么就可以养好炉头 你的南花后期才更容易发芽开花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